全球盖览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的代表刊物之一 内容涉及到新产品 新知识 乔布斯受到了深深的影响 1997年 他重返苹果公司 刚刚职场苹果公司时 曾找广告公司制作过一系列名为非凡的广告 广告中没有展示任何苹果产品 而是赞美那些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富有创造力的人 乔布斯年轻时受到了文化熏陶 对他主持开发的每一件产品都产生了影响 三当然 乔布斯之所以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追求与探索 更是因为时代潮流的推动 在乔布斯十岁的时候 戈登创立了英特尔 摩尔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 他预测集成电路的性能每年都会增加一倍 1971年 英特尔制造了微处理器 奠定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基础 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 在20岁时创立苹果电脑 当时正值各种个人电脑问世之时 如果再晚几年 他和苹果公司的辉煌 可能就没有了 乔布斯一家在1960年迁居加州深井城 十年之后 对于乔布斯来说 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点 这个城市和周围几十英里的地方 都有了新的名字 硅谷 乔布斯发现 周围的成年人都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太阳能 光伏电池和雷达 第二点 乔布斯在高中时遇到了沃尔兹尼亚克 沃兹尼克比乔布斯更宅 技术更好 他们俩都喜欢电子技术 喜欢恶作剧 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 沃兹尼克更内向 更腼腆 更喜欢钻研技术 在他看来 能用技术实现一个功能 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而乔布斯则完全不同 他性格外向 充满激情 喜欢与人辩论 沃兹负责制造 乔布斯负责销售 就这样 两个人成了商业合作伙伴 他们第一次合作 就是制造了一个蓝盒子 可以骗过电话公司 让他们免费打长途电话 首先是恶作剧 比如打到范蒂刚 说自己是美国的国务卿 然后 乔布斯想到了 用这个蓝盒子赚钱的办法 他在学校里挨家挨户的敲门推销 最后 一百只卖出了一百五十美元一个 乔布斯后来说 我和沃兹学会了如何合作 我们对解决技术难题的信心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没有蓝盒子就没有苹果 时间呢 1975年 一家名为阿尔泰的公司 制造了一台微型计算机 八千八百 虽然这家公司和这台电脑 早已淹没于时代潮流之中 但是他却造就了微软和苹果 这两家公司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安伦 就是靠着开发 Basic语言才发家致富的 沃兹尼亚克 曾受到八千八百的启发 设计出了苹果一型电脑 然后才有了苹果 沃兹尼克本想免费分享他的设计 但乔布斯说服了他 让他把电脑组装起来 然后卖掉 当地一家电器商店老板对此很感兴趣 于日乔布斯跑到店里去推销 最后 他买下了五十台电脑 把沃兹和几个亲朋好友拉进了车库 组装成了一台电脑 卖了两万五 这是苹果公司第一笔交易 1976年 苹果电脑公司由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 共同创立 内战期间 乔布斯经常去一家水果农场打工 在递交申请之前 他刚修剪完苹果树回来 就想到了用苹果来命名公司 他认为苹果可以使电脑听起来更加亲切 更加平易近人 而且苹果英文的开头是A 这使得苹果公司在电话簿中排名靠前 说句不好听的 苹果这个名字就是灵机一动 起名字的时候也没想太多 1977年 沃兹尼亚克设计了苹果一型计算机 乔布斯设计了电源和外壳 苹果二型已经推出 便大受欢迎 总共销量接近600万台 最鼎盛时期 占据个人电脑市场36%的份额 成为第一款真正进入千家万户的个人电脑 苹果电脑怎么样 也正是因为这个产品才火了起来 1980年华尔街银行家争相认购苹果公司上市 创下了福特公司1956年上市以来的最高记录 今年12月 乔布斯的身价暴涨到了2.56亿美元 4 苹果公司的迅速崛起使乔布斯年少成名 但苹果董事会认为乔布斯还不够成熟 这是一位来自西海岸的年轻人 因为乔布斯不修蝙蝠 经常几天不洗澡 苹果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迈克马夫拉还抱怨说 开会的时候 我们得盯着他脏兮兮的脚 要不就把他请出去洗个澡 乔布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卫生 他喜欢控制别人 而不喜欢被人控制 就连他的好朋友沃兹尼亚克 对乔布斯也有些不耐烦 在开发苹果二型电脑的时候 沃兹尼亚克与乔布斯为电脑设计大吵大闹 尽管后来他们成为好友 但是沃兹从未参与过任何由乔布斯领导的项目 苹果二型电脑之后 乔布斯太自信了 他的电脑设计没有考虑到具体的需求 苹果公司的三型电脑首先遭遇了滑铁炉 机箱太小了 又坚决不用风扇 导致机箱温度过高 电路板就会脱落 甚至连磁盘都会融化 造成严重的故障 接下来的LISA电脑项目更是一塌糊涂 乔布斯仅仅在相控团队工作了九个月 就被董事会解雇了 一怒之下 乔布斯召集了一支团队 把自己伪装成海盗 搬到公司外面的一栋大楼里 开发一款名为麦金塔的新电脑 这个原本杂乱武装的团队 在他的坚持下 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坚定 所以 尽管团队一周工作九十小时 虽然乔布斯时不时的大发雷霆 贬低别人的努力 但很多麦金塔开发人员仍然认为 与乔布斯并肩作战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情 这就是乔布斯扭曲的现实立场 这是一部著名的科幻电影星际迷航 在这部电影中 外星人用精神力扭曲了现实 麦金塔的团队很快就发现了乔布斯的能力 这是一位软件工程师的解释 只要他在场 几乎所有人都会相信他 也有人说 乔布斯会莫名其妙的说服他 正同他的想法 乔布斯拥有一种神奇的精神力 在他眼里 现实就是一块橡皮泥 可以随意揉捏 他会告诉团队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而我们正在研发的产品将改变世界 他没有说谎 而是真的相信了 当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相信一件事 并且全心全意的去做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会被感染 甚至会认为 他说的是对的 或许 他们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乔布斯的精神力量 也体现在他那不可思议的洞察能力上 他可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直辞对方内心最深处 抓住对方最脆弱的地方 将其利用起来 比方说当他招募当时的营销奇才 百事可乐的约翰斯卡利加入苹果时 他曾告诉他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 还是想抓住改变世界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 斯卡利才会加入苹果公司 回想起自己的经历 他不得不承认 乔布斯对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很强 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赢得对方的放心 正因为如此 这个不足50人的团队在资源上比IBM失了等竞争对手少得多的情况下 仍然能开发出引领时代的产品 麦金塔是第一个采用图形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 比微软第一代视窗系统早五年 但麦金塔公司仍然在重复苹果3和Lisa的设计与特定需求脱节的问题 为了控制价格 麦金塔采用了较低的硬件配置 但图形化系统占用了大量的内存 使得系统使用起来并不流畅 而麦金塔没有插槽 用户无法自行升级 无法使用特殊工具 甚至无法打开机箱 乔布斯甚至取消了键盘上的方向键 让用户习惯了鼠标 习惯了图形化的操作界面 逼着开发人员专门为麦金塔开发软件 结果就是Macintosh的销售不尽如人意 到1984年末每月锦售初始 000台仅为预期销量的十分之一 麦金塔在市场上的实力 使苹果董事会对乔布斯失去了耐心 1986年 公司董事会考虑将乔布斯从公司除名 并将其任命为产品中心 负责研发新产品 乔布斯拒绝了这个请求 并私下联系 试图将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先下马来 这一次 董事会再也不能容忍他了 乔布斯也失去了所有的失权 1986年9月 乔布斯宣布离开董事会 离开了苹果公司 我们可以把麦金塔的失败归咎于市场策略的错误 以及乔布斯没有时间和资源优化产品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乔布斯对市场 对公司 对自己的判断过于主观 然而 20年之后 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时 他将带领苹果重返巅峰 关于这段经历 我们会在下一集中介绍给大家 好吧 这是史蒂夫乔布斯传的第一集